北北基等期县市经清晨碳10度6日东北季风增强北东转雨 气象鼠发布低温特报 4日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与各地偏干冷 清晨北北基等期县市可能有局部摄氏10度以下低温 但水气偏少雨偏干冷 仅东半部有零星降雨 5日冷气团减弱后 6日晚间东北季风再增强 北部与东半部转为有雨天气 预估这波最冷时间点为8日清晨 雨田机场擦撞意外塔台未允许海保机进跑道 日本东京雨田机场两日发生日本航空公司客机与海上保安厅飞机擦撞事故 导致无死与多人受伤 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布事故发生前4分钟塔台与两架飞机通话记录 塔台下指示要海保厅飞机行驶到事故发生的C跑道外 海保厅飞机也附送确认 但之后 塔台没有对海保厅飞机发出进入跑道或起飞许可 特派在现场 日本石川地震后金泽人潮恢复车站人见多处裂痕积水 日本能登半岛原弹发生强震 最大规模7.6 截至3日统计 有64人死亡 石川县县所在地金泽市当时测到镇度五强 在金泽车站的民众惊慌躲避 强震过去两天 记者实地走访当地 交通和人潮已恢复 但透过碎裂的地砖与缺口的天花板 仍可想象当天摇晃之猛烈 台湾大选在即路透说 不管谁当选共军施压恐更强硬 路透社报道 在台湾总统选举中无论谁胜出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恐将持续 中国已将此次选举视为战争与和平的抉择 并警告任何推动台湾独立的行为将引发冲突 中国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谈判呼吁予以拒绝 并称他为顽固的激进台独分子 国防议题已成为这场选战一大主轴 不分区立委是什么 选票要领几张 2024大选制度一次看 2024大选1月13日举行投开票 除了总统选举备受瞩目 各党野力拼充高立法委员席次 其中包含区域立委及不分区立委 究竟这次大选要投哪些票 政党票是什么 不分区立委如何产生 候选人名单哪里查 中央社带你一次看懂 电子重灾区台积电下挫15元台股跌294点收17559点 台股三日开低走低 全职股台积电下跌15元与失守月线581元 电子类股承重灾区 加权指数中场重挫294.45点 跌破月线17609点 收在17559.31点 跌幅1.65% 新台币汇率也一路重扁 三日贯破31元整数大关 收盘收在31.01元 大跌1.44脚 富邦投顾指出 美国科技股下跌 加上新台币转扁与获利了结卖压浮现 台股创高后震荡 需待卖压去化 美国与卡达敲定协议驻中东最大空军基地续约10年 三名美国国防官员和另一名知情官员透露 美国已达成协议 将在卡达的乌带的空军基地军事部署延长10年 乌带的空军基地位于卡达首都渡哈西南方沙漠中 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铸点 能容纳超过1万名美军 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阿富汗与伊朗和整个中东地区或周围空中行动的关键枢纽 北市二庄皇宫沉湿仙床香艳难判死因将进一步裁剪 两名庄皇宫两日到内湖新建大楼施工至晚间未返家 亲友到场找人贺见两人沉湿仙床内 现场据收纳功能的仙床为定制物 两难以为组装时使用强力交等物 因不慎吸入过多甲本等有机溶剂挥发气体昏迷 进而引发休克丧命 警方出查未有外力介入 检察官香艳无法确认死因 将进一步裁剪与电脑断层厘清 环境部首公开碳费收费公式判加速小厂节能减碳 环境部三日首度公开碳费收费计算公式 针对直接或间接年排碳量达2.5万吨以上的的排碳大户 碳费应缴费额等于 排放量负2.5万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呈收费费率 但民间团体质疑为何提出类似免征额度条件 环境部解释 是希望透过机制加速略高于收费标准的小厂节能减碳 确保幻象战力无于空军斥资近4亿构飞弹零附件 幻象战机单副北部空防 为确保零附件即战力无于 政府电子采购网3日公布绝标资讯 今年1月至民国117年年底 将斥资于新台币3亿9682万元执行飞弹零附件开放式合约一案 地点位于新竹市 据了解 此案主要是云母与魔法飞弹等相关零附件 开箱老照片张克东的华美芝麻梦 张克东1965年创办华美联合建设公司 1969年推出台湾第一件预售案 位于台北市仁爱路的华美联合大厦 没想到一炮而红 之后推出的建物都大受欢迎 张克东以土地持分概念推出台北籍石门二家芝麻大酒店与与台北芝麻百货 名造一时 然而华美建设后来推出的建案销售停滞 加上台湾房市在1979年后转空 张克东频频跳票与最后宣布破产 还曾在债权人大会上被打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